港女足助教社菲里两队员被捕 香港女子足球队两名现任和退役球员 本月向警方报案 称被男助教菲里 警方经查后 逮捕涉事39岁男子黄子伟 媒体综合报道 有消息指 上述两名女子 在数年前参加足球训练班时 结识男助教 去年两人受聘到 对方经营的运动中心工作 工作期间被人非礼 两人感觉受到侵犯 最终在本月先后报警求助 警方说 今年8月17日及19日 分别接获30岁及24岁女子报案 指他们去年多次 被一名认识的足球男教练非礼 据悉 两名女受害人 早于2016年至2017年 分别在足球训练班认识该教练 去年同被提供训练班的运动中心 聘请成为职员 案发期间 两名受害人与男教练属同事关系 深水部警区刑事调查队 第8队人员经调查后 锁定一名男一犯 并于本月19日于深水部区 已涉嫌非礼拘捕一名39岁黄姓男子 案件交由深水部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 被捕黄姓男子已获准保释后查 须于9月中旬向警方报道 据悉 被捕男子是黄子伟 其运动中心 位于深水部 他曾在不少体育机构任职 致力推动女子及幼儿足球发展 更曾是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队助理教练 香港足球总会网页显示 2020年鼠年赫岁杯赛事 他是香港女子足球队名单教练之一 香港足球总网页21日 仍可看到他与女足成员大合照 到了21日晚间已被删除 香港足球总回应传媒查询时说 非常关注此案件 并指足球早前曾接会一位 与案件相关的女士投诉 随即尝试进一步了解有关详情 而该教练 虽在一些足球总举办的训练班任教 但不是足球总现任职员工 香港足球总说 由于事件不涉及足球总现任职员工 也不是发生于足球总举办的活动 经仔细考虑后 足球总认为没有权利介入事件 足球总职员随后也在向该投诉人解释 并建议如事件怀疑涉及刑事成分 可考虑相评机会或报警求助 由于事件性质严重 足球总也取得评级 会接纳投诉人案件的书面确认 目前已暂停该教练 指教任何足球总的训练班 香港体坛过去也爆出类似的性侵事件 最轰动当属香港著名跨栏女运动员吕立瑶 在2017年11月自曝约10年前 被中学课外活动的教练性侵犯 涉事教练其后被捕及被控非理罪 案件2018年5月开审 同年11月 涉事教练 应证人供辞 有疑点 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控罪获得撤销 在表迁上